现在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上帝让我们虽然在疫情当中 还是可以透过视频在网路上一起来敬拜 2020是一个特别的一年 在农历2020我们称为鼠年 牧师也属于这个农历的年 有人这样的形容在今年里面 我们就像老鼠一样 大家都躲起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只有我们需要吃东西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才外出 我们在家里囤积一些食物必须要的用品 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待在家里 因为要保持社交的距离 所以我们看到人 我们就像老鼠一样 很快地离开 这来形容2020这一年 实在是一个很不同的一年 因为新冠肺炎病毒的影响 我们的生活 整个社会 整个家庭 教会的生活 完全地受到冲击跟改变 直到今天为止 这样的疫情仍然 在世界各地 特别在我们所居住的美国 造成了无比的冲击 也带来许多人生命的丧失 我们恳求神 在祂的怜悯之下 能够让这个疫情 得到控制 有好的医治的办法跟疫苗 在这样一个动荡不确定的时代 我们在感恩的主日 几乎很难想到 要如何为这样的困境 来献上感谢 这个动荡的时代 不只是疫情带来的冲击 在美国也知道 因为大选之后 所造成的一些冲突 不管在不同的党派 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面对这样 大家不同的看法 在教会 在家庭里面 在不同的世代当中 也有很大的对立 弟兄姐妹在动荡 不确定的时代 我们要如何来献上感谢 感谢神是因为 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靠的天父上帝 祂依然在掌权 因为祂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在祂的时间 祂有祂的计划 我们无法明白 新冠肺炎 为什么这个年代来冲击 造成这样大的伤害 但是我们仍然确信 不管我们意见的情况如何 天父上帝 他依然在掌管 我们的生命 掌管美国 掌管整个宇宙 所以保罗当他写信给 菲利比的教会 他特别提醒他们 面对忧虑 面对明天 他说你们应该一无挂虑 要在祷告中 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 用感谢的心来祈求 上帝所赐那超越人 所能理解的平安 会借着基督耶稣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在困境里面 我们失去平安 我们没有喜乐 我们流下眼泪 那弟兄姐妹 我们仍然可以欲无挂虑 是因为 我们有天父上帝 可以依靠 因为我们知道 祂在掌权 所以我们就透过祷告 透过祈求 特别说用感谢的心来祈求 不管面对如何的冲击 神仍然在掌权 耶稣基督他特别 对当时候他的门徒 今天也提醒我们 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 要先把上帝的国 看作是最重要的 马太福音第六章 耶稣说 你们要先求上帝主权的实现 遵行祂的旨意 祂就会把这一切都攻击你们 因此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单 一天担当就够了 我们烦恼 确实 特别疫情还在继续升温 不断扩散 也不知道我们这样的情况 会超多久 也很难去预测 是不是我们自己 也因为疫情所带来 在身体上的冲击 在经济上的这些难处 那弟兄姐妹 让我们学习 让天父上帝来掌权 让我们一起教托 所以我们就要学习 凡事都要来谢恩 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说 要常常喜乐 常常祷告 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要感谢 就是上帝 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人 的人所定的旨意 当牧师好久 一段时间 遇到最多 请弟兄姐妹来跟牧师询问 都会问 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我通常都会用这一段的话 《铁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16到18节 提醒 我们这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神的旨意相当的明确 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也常常祷告 然后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感谢 这是上帝的旨意 但是当我们讲说在任何的景况之下 特别在今天这种疫情的时候 我们在这样的景况 我们要感谢 但是不是为了疫情 这样困难的事 这样夺取人生命的病毒 来感谢 有很多事 我们不是所有都献上 因为那个事来感谢 是因为在这样的处境里面 我们知道上帝有祂的安排 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若是没有上帝的允许 没有事情可以依照 上帝的计划之外来实现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用这样的心境说 每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凡事谢恩 今天我们想到凡事谢恩 我们要为什么献上感谢 大部分的弟兄姐妹 我们为了我们今天还有健康 我们为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们为了我们有一个房子居住 我们有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的交往 我们有一个教会 我们可以有享用的饮食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积蓄 我们为这些感谢 那弟兄姐妹 事实上 我们要学会为生活上的人事物感谢 不管是大的事情 小的事情 我们都要感谢 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 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我们的生活方式 多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 保罗这样勉励 教会说 你们要让基督的信息 丰丰富富的常常住在你们的心里 要用各样的智慧 互相教导 归劝 用诗篇 用圣诗 用灵歌 从心底发出感谢的声音 来颂赞上帝 无论做什么 说什么 你们都要奉 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 感谢 父上帝 我们祷告 不是只有祈求 我们的祷告里面 充满的 许许多多 我们对天父上帝的感谢 为生活上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情 所有临到我们的 我们感谢 为我们的教会 献上感谢 为那些带领我们的 同工献上感谢 为我们的社区 献上感谢 如果我们每天 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心态 用一个感恩 的心情 为那一些 敌对我们的人 献上感谢 为我们今天 因为软弱 我们感谢 为我们有一些限制 我们感谢 因为 这都是从神 祂所允许 让我们要面对的 让基督的信息 丰丰富富的 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神继续掌权 所以今天当我们 在这个感恩的主日 牧师也要提醒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要为许多的事情 感恩 因为天父 让我们继续的 在他的祝福 引导 平安同在 供给的里面 我们依然 可以继续的 让上帝来 保守 我们有什么需要 感谢的 在神的面前 我们就用 祷告 祈求 透过诗歌 我们献上感谢 保罗当时候 对哥林多的教会 他虽然面对 许多的挑战 有人甚至 对他所传讲的信息 不是那么 能够接受 但是他 仍然对 哥林多教会 所做许多 能够得到 上帝称赞的事 来感谢 特别为他们 能够在 奉献的事上 特别对 耶路撒冷的教会 和这些 慷慨的施舍 他说 他从很多人的手上 接受了 他们的礼物 他为这样来 感谢上帝 因为他们的捐助 供给了 信徒的需要 也使许多人 更加流露 对上帝的感谢 现在的弟兄姐妹 牧师也要为 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的教会 献上感谢 在过去的年日 我们慷慨 我们施舍 我们帮助别人 我们为教会的需要 我们为四周 我们 那些需要的人 我们捐助 我们感谢神 因为我们的慷慨 我们好款待 这一些需要的人 我们献上感谢 当然我们除了为 生命的这一些 人事物 我们感谢之外 特别在现代的 这个冲击之下 在我们生命面临 风暴跟挑战的时候 我们也要学习 来感谢 罗马书第八章 28节 我们很清楚的一段话 保罗说 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 就是他按着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 都得益处 我们喜欢这一段的经文 因为我们保守 自己能够在上帝的祝福之下 得到益处 所以不管是好的事 坏的事 我们都要知道 是上帝叫他在一起 能够让我们得到益处 得益处 我们当然喜欢 不过 在经文里面 有一些超本 他的翻译 却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也提醒我们 这段经文也可以 这样的翻译说 上帝与爱他的人 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 一同工作 使万事都有益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世上好多的事发生 好的 不好的 有帮助的 对我们有冲击的 我们都知道这一些 都是上帝要透过这样的经验 让我们继续知道 他是一个神 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 爱我们的神 特别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保罗提醒 所有的事情互相的 效力帮助 是要我们这一些 在神旨意里面 受呼召的人 能够在恩典的里面 在救恩的里面 得到益处 所以我们面对今天 生命的这一些冲击 挑战 我们知道神 有他的心意 八个月来 教会无法实体的敬拜 我们都透过 视讯网路 我们一起 来敬拜 许多人已经 开始忘记 也相当期待 什么时候 可以回到 大家相聚的时候 我们因为疫情 也必须要被关在家里 我们有时候自己孤单 感谢神 至少在今天 我们可以透过视讯 透过电话 透过网路 虽然没有办法实体见面 但是还是可以 透过这些影像 我们彼此来分享 但是我们为这样的机会 感谢神 虽然在每一个人 自己的地方 我们并没有那么孤单 可以想象 今天如果是这样的疫情 发生在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我觉得那个情况 应该是相当的悲惨 当然我们也因为这样 自己被孤立 我们更有时间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为这样的时间 先这样感谢 我想许多的家庭 许多的夫妻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们忙碌 没有办法跟家人在一起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感谢神 我们家人可以一起 在工作 在家庭 成为在同样一个地方 这难道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惠吗 当然我们也清楚 疫情是一个危机 爱因斯坦这样说 在每一个危机的当中 充满的就是许许多多的机会 牧师在这个八个月的当中 不断的在继续的帮助 支援 在美国长老教会 亚洲人的教会 跟牧者 帮助他们如何在网络 的侍奉上面 可以得到帮助 每一个牧者 几乎每一个同工都问一件事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疫情 回到所谓的教会 我通常的勉励是 在这个八个月的当中 教会没有关起来 我们仍然在聚会 我们仍然在透过科技 来侍奉 所以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让我们想到 2020之后 教会的侍奉 有一个新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人 不一定要聚在同一个地方 所谓的教会 所谓的礼拜堂 所谓聚集的地方 一样可以是教会 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崇拜 我们通过网络 我们放在很多 这些YouTube 或是其他的方式 不只 在Burning Game的地方 和弟兄姐妹 可以一起来参与 所有 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参与的人 都可以因为 这个网络 这个科技 达到这样的方式 这难道不是上帝 给今天的教会 一个机会吗 但是一样在危机里面 我们想到的 如果只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回到 所谓的教会 来聚会 而忘记了 可以透过这样的危机 让我们 有一个机会 去服事 去帮助 去接触 那一些我们前 没有办法去面对 去分享福音的一群人 所以牧师为了这样的机会 感谢神 虽然在疫情里面 造成了这么多的冲击 却因为这样的疫情的关系 让整个教会 整个福音 整个宣教 有一个新 的机会 我们要感恩 因为只有 感谢 我们才能改变现况 哈佛大学做了 许多的研究 到最后 他们的结论是 有一个感恩的心 那一种生命的人 他活的是快乐 而且是长寿的 如果我们今天 面对这样 生命的大小的事情 我们所看见的 就是那一些 我们可以埋怨的 因为那些不方便 因为那些限制 我们让自己处在 埋怨跟苦毒当中 我们的生命 不会快乐 所以 我们为了上帝 让这样的 事情 临到 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献上感谢 因为在这样的 景况 让我们有 新的出发 新的方式 新的面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需要不断地 用这样的心 来面对 周围 所带给我们的 这些不方便 跟冲击 我们感谢 上帝 所有的 景况里面 我们依然 要献上 我们的感恩 我们感谢神 是因为 祂赐给我们的 祂保守我们 特别在 耶稣基督里面 祂赏赐我们 祂的救赎 所以我们不必 用我们自己 来面对 生命一切的遭遇 我们有一个 新的生命 有一个新的开始 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 因为祂救赎了我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今年 感恩的季节里面 思想 凡事谢恩 历代志上 当 所罗门 祂献圣殿的时候 祂特别知道 神给祂的恩典 祂说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为祂本为善 祂的慈爱 永远长存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 来称谢耶和华 因为祂是良善的 祂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祂的慈爱 存到永远 宗使在疫情的里面 宗使在我们困苦 受苦的时候 良善的神 祂的爱 仍然 与我们同在 祂依然在供应 祂依然在带领 让我们为所有的事 献上 感谢 我们一同低头 来祷告 天父 祂是慈爱的神 我们让你掌权 我们让你 来安排 我们每一天 生命所必须面对的 遭遇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将一切 对我们有帮助的 对我们有益处的 你都加添在我们当中 我们为这个教会 献上感谢 我们为弟兄姐妹 彼此的关心 献上感谢 我们甚至今天 也要为你 因为疫情所带给我们的 这些冲击 献上感谢 我们虽然不清楚 我们也不必为 什么时候可以 疫情的完全的得到 解决 来担忧 我们却要在 每一天的生命里面 知道神 你今天依然在带领 谢谢神 你今天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提醒 让我们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你在 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这一些 被你呼召 在基督里面 跟随基督的人 你给我们的旨意 为你的子民献上 感谢 他们所坚持 在信仰里面 他们做的服事 他们为别人的需要 所付出的 神啊 感谢你 也继续地恳求你 让你的同在 让你的供应 不但地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 把持 依靠上帝 你来掌权 前面的道路 我们用一个喜乐的心 来面对 来期待 在这个感恩的季节 我们为 过去的年日 所发生的事情 感谢你 我们要为 再来的一年 所要面对的 每一件 人事物 献上感恩 你本为善 你的慈爱 要存到永远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Amen